明年1月19號就是離開統一滿十年的日子 那這十年一直在華臉三明果中服務 然後一邊擔任教練也一邊擔任農夫 然後從事一樣的工作 都是要用心地去灌溉每一個 我們講的就是幼苗或者是羊苗 然後希望它有一天可以成為一個很美好的果實 我覺得今天時間點已經到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跟大家就是 say goodbye 的時間 我覺得我是希望說更多的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在集成 也許教練只知道教球 可是卻忘記他教他怎麼做人 怎麼樣的有正確的棒球觀念 我該是回部落 然後為部落的小朋友做一些事情 對 這是我進來享受的事情 因為這個球隊 至少這個環境給我來講 它給我很多的空間 給我很多的時間 我並不是一個頂尖的球員 可是統一卻給我這麼長的時間 讓我有機會 有那個機會在這個職棒場上 有機會表現自己的好的一面 換上來是新人張志強 背號33號 這也是他加入統一卻隊之後的初登板 我帶走的 當然就是我們他在講的就是 其實從當球員 很喜歡看每一個好的球員的特質 包括技術的表現 包括心理素質的表現 包括他的嚴選旗子 包括他在自我要求的過程當中 這個都是我一個在擔任教練 一個很好的一個經驗值 可以把這個觀念 就是傳遞到我所接觸的基層的球員 當然不是每個球員都可以進到職業 只是說在棒球的球場上 訓練的過程當中 他能不能夠把棒球的精神 變成轉換到他其他的 接下來的不管是挑戰更高層級的棒球 或者是其他的領域上面 也表現得到最好的 OK 有什麼 OK 有時候遇到挫折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說 那我幹嘛當初要下來幾層 當然一定會這樣子想 但是 有時候想一想 其實還有很多孩子需要 我們教練去 去帶領 不一定是用照顧兩個字 去想要帶他去走他應該要走的路 其實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說孩子們在 課業上或者是在球場上表現不好 而是說當你在用心在 在關心他們的時候 他卻把你的那份關心 當成是理所當然 其實有時候還會再回想一遍 時時刻的提醒 當初為什麼要離開職棒圈 然後回到基層 這個初衷在哪裡 對 然後還有很多孩子需要被帶領 對 被引導 最值得的 應該就是看到自己 教出來的學生 現在在職棒場上 有一些小小的成就 對 然後我是覺得 那種成就感 很難用言語去形容一下 當下的那種感覺 蛤 對 你們不會聊天喔 怎麼可能 他整個臉紅耶 你很久沒看到教練嗎 你為什麼臉紅 這個孩子就跟一般小孩子不太一樣 就是那種心理素質都特別不一樣 對啊 就是才跟他爸爸講的啊 他爸爸是 他爸爸是說有進職業就好 沒有想說要有太多的想法 從他進到三米個鐘的第一天開始 他爸爸說 如果有進職業就好 就是很知道會是在第一輪 而且來統一 現在家瑋的一些好的表現 其實心裡面總是覺得好像說蠻驕傲的 對 那我也是希望說有更多的 自己帶出來的子弟兵 能夠在這個舞台 在職棒舞台裡面發光發熱 當然也有在各行各業裡面 有一些不錯的表現 包括現在家瑋的同學 現在在台大當法律系的學生 對 然後看到他們的一些成就 至少他們在走自己想走的路 不管是職業軍人 或是是其他的領域上面 又看到自己的學生 有好的一個發展 其實一樣的感覺 對至少說 這些孩子們知道怎麼樣子 可以讓自己在這個社會上去 有個生存的技術 或者是有一些 在這個社會上有一些平衡力 對 摸摸的就快十年了 感覺好像自己還可以再做更多事情 我就很直接的講 如果我今天當農夫的收入 可以cover到我們一家五口的生活費 我想要到處當義務教練 我最想做的是這個 把更多的想法更多的觀念 其實這個觀念並不是說讓它變得更強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講的怎麼保護自己 怎麼保護自己 怎麼樣在有力的狀況之下去做一些訓練 怎麼樣在狀況之下 你可以避免一些外界的誘惑 讓你可以專注的在學長上 我可以分享更多的例子給他們 給孩子們聽 我們可以彼此的互相討論 互相的切磋 因為棒球就是 甚至學無止境 對